大家好 这里是机器师托马斯 那今天来和大家讲一下我手里的DOMIKI键帽的使用体验 在我今天手里的键帽有两种配色 下面的叫Dolce 上面的叫单片机 那首先Dolce键帽的配色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搭配 大家在镜头面前看到的会觉得这个键帽的字母区是棕色的 但是如果你在暗光条件下就会非常的接近灰色 对于键盘的配色要求就比较高 那单片机是比较经典的鹦鹉罗配色 单片机的字母区更接近于利奥伯德键帽的天蓝色 深色部分则比较接近于GMK鹦鹉罗的蓝色 那单片机的日文字根则使用了黑色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耐看 那一个键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字体和手感了 那我手里有GMK的便当一代键帽 还有JTK的白三色额纹键帽 Dolce键帽的字体比较接近于GMK的原厂字体 但是相比于原厂字体来说 稍显圆润宽大一些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比较圆润肥胖一些的字体 在剑帽的颗粒感上 JTK的白三色额纹颗粒感是三者之中最大的 便当一代最小 Dolce键帽 摸上去其实都是一样的熟试 那这边不得不点赞的就是Dolce键帽 对于空格上的小心思 那剑帽的空格区域边缘处故意设计了一个圆滑的区域 能够极大的提升空格键的敲击手感 对于一些孤儿空格 也专门做了选配项 点赞点赞再点赞 键帽提供的购买选项也是非常的多 有一部分朋友对于键帽自根这种东西有先见 那没关系 也有不带自根的字母区供应选择 那收到键帽的时候 你会发现包装非常的小 因为键帽使用的是吸塑的工艺 并且按键和按键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因此收纳也比较方便 但是因为包装使用的是这种薄薄的塑料壳 上下盖之间卡的比较紧 有可能在开启的时候直接 键帽也是有槽点的 如果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上面的这套键帽有了两个小鱼号 真的不是我买了两套故意这么装的 是因为真的没有大鱼号 那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可以及时联系客服 那大的电户售后还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那另外就是在键帽的前方 你用灯光去照射 能够发现像是小翅膀一样的纹路 那我手里的这两种配色 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小翅膀汇聚的地方 就正好是键帽的水口 那GMK的便当水口和JTK白额纹的水口 都在键帽的正前方 DOMIKI的则是在键帽的下方 那虽然有这种纹路 但是你用手摸上去其实是平滑的 那这边官方的解释是说 这种纹路叫做硬力纹算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在塑料制品玻璃制品 甚至是在珠宝上都有可能发现 那我觉得这个要得取决于你的强迫症到底有多大 你如果不讨厌键帽的水口在前面 那你自然也能够接受这种硬力纹 这里是后期的托马斯 那有朋友跟我反馈说 DOMIKI的F区数字会显得有点模糊 那我这边觉得 还是在我个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我也不下结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价格玩家 那大全套一套是788元 那我没有买全套 花了有574元 足够日常使用的 那这个时候弹幕肯定会发 怎么这么贵 贵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ABS键帽 并且有三个形式 那说三色成型键帽之前 那得要说一下二色成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当中的这个图就明白了 二次成型的键帽 其实是两个不同颜色的键帽组合叠加在一起 因此二次成型键帽的最大特点就是 制服是单独的一块材料制作出来 不是贴上去的 所以即便ABS键帽会出现打油的问题 但是制服可以永远保持清晰 棱角分明 不同字体 对于不同模具的要求 这也就不同了 那键帽在第二次成型的时候 据我所知还没有办法做到全制度 需要人工进行版方 因此良品率也比较低 价格自然而然也就变贵了 那二次成型ABS键帽就有如此的难度 三次成型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键帽多一种颜色 键帽设计师发挥的余地也就会更高 键盘也会显得配色更加饱满 三色成型这项工艺 其实是JTK在两年之前复活的 但是在后来 JTK的键帽出现了严重的延误问题 那我之前买的JTK白三色俄文 极个别有菊花松动 甚至是菊花碎裂的现象 那DOMIKI的三色成型键帽重新出现 可以说是重新揽起了大家对三色键帽的热情 而且又是现火 其实是挺了不起的 总的来说 这次DOMIKI确实在三四成型 ABS键帽上开了一个好头 那即便是这种现货的基础化 也有非常不错的品质和价格 我觉得我们国货就应该有这样 攻坚克难为用户着想的精神 用自己优秀的实力 去吸引更多的设计师 到旗下去设计键帽 那GMK这种顶着大牌名头 手握大把设计 价格又昂贵 出品效率又低 甚至出场建盟还自带打油 即便在工艺上有些优势 但是真的不值得设计师们 同体的心血 那国货就是应该用自己的品质 去打破别人对所谓 德国原厂的盲目崇拜 做出更好更优秀的作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还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这里是积极师托法师 给你一个有能情味的健全评论 让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